很多人觉得在家做这个排骨吃的会特别的麻烦 以为要烧要炖才吃得动 其实完全没必要 今天分享的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还非常的好吃 炒熟就能直接吃 排骨我们最好选用牛身上的这个猪子排 子排比较嫩 不对 直接吃也吃得动 给它剁成小结之后 再加入一点面粉和尿酒抓洗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你看这非常干净吧 完全不需要炒水 来点蚝油和葱姜 加上一点盐 戴上手套 以免排骨把我们的脚扎破 抓拌均匀后腌制个十分钟 自家菜原子的青辣椒 我们给它摘几个嫩的 搭配着排骨炒 特别的香 直接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无外的处理 油热我们放老浆 小火给它煸香 再倒入腌制好的排骨 用大火给它不停的翻炒 炒干它的水汽 炒出它的油脂 再倒入半杯米酒 给它翻炒几下 这样哪怕你用鼻子吃 它也不费心 炒好以后 我们把排骨倒出来备用 空锅不放油 我们把辣椒下锅 加上一点盐 不停的一直给它干煸 一直煸到这样起白泡泡 我们再倒入蒜子和豆豉 用炒排骨的油 将蒜子和豆豉 大火给它爆出香味 再把排骨丢进去 来一点老抽 一点生抽 再来上一点鸡精 大火给它翻炒个十七下 就这样炒出来的排骨 我不能用好吃两个字来形容了 这样吧 你们要是学费了 就点个赞 收藏起来 分享给你 问你做饭的那位 让他也给你炒一份吧 好